下一步我们还是先确定出横切机前后中心线的位置 找到把它标记出来 现在我们测量出横切机整体的宽度在3米2 找到它的中心点1米6位置标记出来 然后把它的位置与中心线位置重合 这是前端后端相同的操作 现在我们来测量牵引机与切割机之间的水平距离 现在可以测量出是在2米5 好 现在我们来到牵引机与横切机的另外一侧 找到它们相同的基准点 去测量它的水平距离 显示250 我们确定好水平线的距离之后 接下来来测量两者之间的对角线 同样也是在它们相同的基准点 现在测量出是在430 我们在它们对称的基准点去测量第二组 对角线的距离 现在显示4301 可以 以上就是我们ABS设备全部的机械安装过程 上面从主机 流道 模具 三轨 以及后面牵引 还有横切的全部机械安装部分的注意事项 不是 看看 咱们